我們趕緊要帶你來看到 過去呢 那半導體之爭嘛 大家說這個台積電兵家必爭 那現在呢 大家說接下來你要看另外一家公司 很可能在有朝一日 它也會變得非常關鍵 可能也兵家必爭 它是聯電 為什麼這樣說 過去我們都說先進製程當中 這一戰當中 你說台積電現在呢 讓很多的競爭者望塵莫及 那現在的中國被卡脖子之後呢 不斷地透過成熟製程 用想方設法 希望能夠彎到超車 希望能夠達到跟先進製程 一樣的效果 當然目前看起來似乎 還沒有辦法辦到 但他只能這麼做 於是聯電是不是就變得非常重要 甚至呢 日本的媒體還報導說 聯電也要到日本去設廠了 那隨即聯電出來否認了 那到底呢 聯電會不會成為下一個 如此重要的台積電 第二呢 士忠哥你的看法 對 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 日本媒體你看 他們這個日刊這個工業新聞裡面 就講到說 你看台灣UMC 然後會在這個日本的三重線去投資 那個總投資線是5000億日幣左右 這樣一個狀況 那事實上到底會不會去呢 因為其實過去這個台積電 聯電曾經在有一個 這個聯日半導體 那後來解散了之後呢 又買了這個另外一個 這個富士通的半導體 所以他其實在目前為止 在那邊有一個USJC的這個子公司 他是有這個子公司 那他就說在子公司旁邊 會再繼續加蓋一些工廠 那當然目前會只需問聯電 連說沒有啦 我們沒有這個計畫 但是我覺得其實長遠的來說 聯電應該還是會去那邊繼續的投資 那投資來說的話 因為為什麼要去那邊投資呢 我們先跟大家講台積電 不是也到這個日本去投資嗎 對 但他去日本投資 他並不是投資最先進的 他其實一開始是用22 28 然後後來會有一個 可能會有一個先進的製程去 但是還沒宣布 所以顯見22 28 連電也可以投資 所以說我當然可以去那邊投資 我先進製程拼不過台積電 我當然可以去那邊投資 這種成熟製程 那這種製程為什麼會非常重要 因為主要就是說 我們到現在的這個發展狀況來說 先進製程主要用在 包括說像AI人工智慧 或是說你要用在這個高速運算 像這個NBPC手機的處理器 絕對是要用高階的運算 還有AI的運算 伺服器這些 還有高階通訊晶片 這些都要用先進製程 但是其實更多用的是在 這個成熟製程裡面 譬如說我們講 未來最重要的電動車 電動車裡面來說 除了這個 我們要跟自駕相關的那些處理器 需要用到先進之外 其他都是成熟製程 所以其他用低階晶片就可以了 對 沒錯 那也不是說低階 他大概約莫是22 28到40奈米 就可以搞定 那22 28 40奈米來說 你要說 那這些是未來所謂的車用半導體裡面 最大宗 甚至還有什麼IGBT 這些特殊的製程 那這些製程裡面來說 反而聯電或許 未來就會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 所以為什麼人家才說 其實除了先進製程之外 搞不好下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所謂的成熟製程 為什麼會前折到成熟製程 會變得比較重要 因為現前 美國現在打野金都把中國未來發展 先進製程的路都堵光光 所以未來會不會有可能做成熟製程的防堵 因為他現在不是荷蘭的艾斯摩爾金說了嗎 這個未來可能搞不好會DUV不賣給中國 那DUV主要做的 其實他賭DUV不是為了要成熟製程 因為主要是中國可以用DUV做出7奈米 所以他賭的可能就是可以生產出 比較高階晶片的那一個部分的DUV 至於說比較成熟製程的DUV 或許他還是有可能給 這個具體的措施還是要等到 荷蘭艾斯莫爾去宣布 但是你說這個對中國來說會不會有影響 如果他未來賭的是說 連低階製程的DUV都不給你 那等於是要了中國的半導體的命 他就生產不出來 但是你沒辦法進他現有的機台 他已經有了機台的話他可以繼續生產 除非你進他的原料 那這都是可能下階段美國會賭的 那美國會不會做到這麼絕 我覺得應該也不至於 因為這樣你等於是讓中國完全死了 對美國來說也未必是好事 美國的最對美國最好的利益是什麼 就是你按照我的發展方向來發展 我要你生產多少你就生產多少 你的技術門檻跟我有一個明顯的差距 那我又賺你的錢 這真是美國最愛的這個狀況 所以他也不需要把中國真的完全打死 對 你把他打死的時候 中國反而搞不好 這個所謂埋頭苦幹 搞不好十年之間 真的讓他搞出一個新的東西 所以最好的策略是這樣 那我們就講聯電 我剛才不是講 你看聯電在22 28 還有大概40奈米 他這一塊裡面 佔了他的比重是相當高 約莫佔到40% 尤其聯電發現到說 我的20 28 他的目前為止來說 整個年產的成長率是相當高的 好 那對聯電來講的話 為什麼他要去所謂的日本設廠 因為聯電今年有一個案子 他要收購聯心 聯心其實是他跟中國地方政府 設立了一個晶圓廠 原本根據雙方的Nego的條件 是說我要把他回購回來 結果沒辦法回購回來 中國不放行 也就是說顯然 我要在中國投資 你聯心 我的公司你都不讓我收購 我再去投資 會不會變成冤大頭 目前為止聯電在中國 還有一個聯警 還有一個核建 所以顯然他在中國的佈局 不會再增加 你要往海外走的話 20 28的話 絕對是瞄準車用半導體 你要去哪裡 當然去日本 日本車用最多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可能的狀況 除了這個說我們再看下一張 就是以目前為止 中國的這個狀況來說 你可以看到 以目前全世界的 半導體的銷售比重來說 你看60%還是在亞太地區 然後美國是23% 然後歐洲是9% 日本是8% 那這裡面的亞太區來說 當然絕大多數都賣到中國去 因為中國目前是全世界 半導體最大的需求國 你可以看到 以另外一張圖來說 這是中國半導體 他們的進口額度 你看進口進出口的額度 你看這個所謂比較淺綠色 這一條壩 你看一直成長的速度非常快 也就是說他們從國外進口的量 是相當相當的巨大 那相當的巨大的意思是說 他是一個重要的Player 對美國來講這是商機 對 如果把他砍死的時候 他買了很大部分 也是來跟美國買 所以我才說 對美國最好的利益是 我控制著你的發展 但是我絕對不能夠把你掐死 這個怎麼去拿捏 我覺得這就是考量美國政府 怎麼去拿捏這樣一個底線 你太強的時候我就壓你一下 但你太弱的時候 搞不好我還放寬讓你活過來 你真的死了 這也不是美國願意看到的事情 好 那麼繼續我們要帶來看到 當然各行各業要找自己的出路 我們要繼續帶你來看到 這是人才海嘯 為什麼這樣說 洪海最近他的一個大動作 就跟很多的一些國際大廠商的動作 是一樣的 他要找中國以外 中國加一的另外那個一 好 那於是我們看到洪海 他把他旗下的一個事業群搬到了越南去 出現了什麼樣的狀況呢 在中國就開始有失業潮了 因為本來在成都的富士康 這個僱用了非常多的一些這個人員嘛 那於是他開始把他的一個事業群搬到北約去之後呢 這些人就不用了嘛 不然你要跟我去越南嗎 沒有可能嘛 我到越南再找人嘛 所以開始出現了成都的失業潮 那同時缺人才的狀況也在發生 香港現在是缺人恐極啊 他們要找高端人才 所以出現了很多的一些優惠搶人的一些方法 那到底這樣的一個人才海嘯 有的是失業 有的是找不到人 到底都怎麼回事呢 陳妍 現在中國跟香港都面臨 跟人才有關的問題 實際上鴻海所帶起來的 這一個導致未來 譬如說成都 我現在富士康廠 可能到時候會不會變空城 我覺得這種可能性相當相當大 也就是說過去我在這個地方 設廠 生產筆電 生產iPad對不對 好 那我帶動了整個地區的發展 因為大量的人湧到這個地方 因為我有穩定的工作嘛 可是現在蘋果的要求是什麼 我要你強化產線 因為我現在就很簡單嘛 就去中化的要求嘛 你移到南亞 移到東南亞 到印度也好 到越南也好 現在他就到北約光州工業區嘛 那到了這個地方 那我還需要在成都的富士康嗎 當然我慢慢的一定會收收收嘛 好 我們從他成都 春節後招工所開出來的薪資 過去每次春節後 是不是要鼓勵大家回來工作 那個找人 我們過去還看到什麼 在交流到那個 就是我們講那個高速下面 挖人 巴斯幫你載過去 舉個牌子 再加碼多少 再加碼多少 這一次開出來的薪資 是比大家預期還來的低耶 就1.7萬到2.2萬耶 是 而且要不要來 要就來 不要算了 因為他把重心放到哪裡去 很明顯就到北約嘛 那成都怎麼辦 後續當然要看他們的一個產業政策 但是如果沒有處理好 其實崩壞的速度我怕會很快 那這個其實 那香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香港是缺人喔 對 但缺人有一種情況就是 先崩壞了 崩壞到後面我要正常發展的時候 簡單講如果我崩壞了成都的人 一定往外走嘛 往外走等我要發展的時候 一樣會缺人嘛 香港就已經先經歷了前面 那一波的崩壞 人跑去哪裡 跑去新加坡 跑去吉隆坡 都往這個方向走 不論你是外資企業也好 或者是尤其是金融系統 所以現在對香港來講 尤其是過去不是疫情的關係嗎 封鎖了很多時間 更早政治的問題 所以從政治問題到疫情的一個封鎖 所以大量的人才的外移 我講實在話 大量的人才外移 所以現在怎麼辦呢 那我現在必須重新恢復 讓人才回來 可是你覺得外資會回去嗎 像我當時也是他們的高端人才 我就有他們的這個工作的身分證 是 對不對 但是你問我現在會不會回去 我其實異性攔珊 那你當初一起在香港共識的 這些朋友 有的到歐洲 有的到新加坡 對 有的到歐洲 有的到新加坡 那他們還會回去嗎 可能性很低 我覺得可能性很低 因為大家還是 不是疫情的問題 還是政治的問題 考量比較多 那我來問陳彥 因為你們當初都在香港待過 那在香港當然這個就是賺錢 感覺很積極的一個城市 那現在他推出了非常多的一些 吸引人才回流的一些政策 吸引你嗎 好 我們先講 他現在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你往來港 對 特定的 人才其實還是針對中國內地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符合我特定人才的需求 他所謂的ABC 第一個就是年薪一千萬台幣 第二個就是說你是百強大學 只要曾經進入 曾經一百強 你可能掉出來都沒有關係 你從這個地方 畢業的 然後你在這五年當中 你已經累積了三年的工作經驗 屬於第二類的B 那第三類的就是 你真的很優秀 你是百強畢業的 如果我工作時間不到三年 那他就另外批 就是說第三類 但這個人有限制 那這些人 我就給你港澳簽註 你就來 當然我就希望吸引你來 可是這樣會不會又產生 另外一個問題 是 那這些人的薪水 會不會比較高 我覺得不一定 不一定 就你可以來 但香港人怎麼辦 當然你剛才講 要不要去 這件事情 我們從一個排行榜就知道 就是外派移居香港的這個排名 那這個排名在2017年的時候 是第幾名 第29名 那這幾年就是掉 一直掉 現在已經掉到第92名了 那很多人就說 那他的競爭對手 新加坡第幾名 就第一名 那你要去第一名 還是去第92名 就如果要外派的話 這個跌到太誇張了 太誇張 所以他現在又做 另外幾個放寬 他一定要拼 就是說美國總 美國的總領事會 他們大部分會 他們常常過去會定期的 跟香港的官員 議員 商界 或學術界的人會晤 聊一聊 以前是要核准 就是你要申請 你送文件 我核准你才可以去跟他見面 現在不是 現在改了 去年11月改了 就是說知會就可以了 知會就可以 這也是一種放寬 那當然現在 搶高端人才這件事 對香港來講勢在必行 但是到底有多少成效 還有待觀察 現在是一個人 是一個人 習武省 前陸 做甚麼